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紧张 想要转换心情的话 可以看点轻松喜剧 台湾人剧团改编 莎士比亚爱情喜剧第12页的 同名爵士音乐剧 将时空背景转移到 1930年代的老上海 通过当年这夜夜深歌的城市 展现剧中欢愉喜闹疯狂的氛围 配合故事场景 这角色的名字也都改成中文 舞台和服装等视觉效果 也力求展现上海滩的风华 角色乐曲响起 让人重回到1930年的上海滩 霓虹闪烁重闻恋爱中 一路狂奔不回头的傻镜 金木兰少女后 台南人剧团倾全力再创的 全新音乐剧作品第12页 在今年又再次办上舞台演出 这一出戏里面的男男女女就是 他们什么震惊事也没做 他们工作也不干嘛 他们就每天在求爱追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把他放在这样的一个 情境当中是蛮吻合的 所以因为放在1930年代 那当时的爵士乐刚好在上海 也开始受到很大的欢迎 所以我们当时的作曲 柯志豪先生就建议说 那我们就用爵士乐 所以我们这次的演出 观众可以在舞台上看到一个爵士乐团 那我们真的打造 类似上海百乐门的一个风景 剧团将剧本源时空移植到1930年代老上海 透过这作歌舞升品的城市欢愉 展现出剧中角色为爱疯狂的种种行径 并用大量的歌曲演出 不仅有精彩演唱出剧中恋人们的爱恋痴狂 更打造有如上海百乐门夜总会的热闹气氛 其实音乐剧就是其实要用歌曲来带戏这样子 那我觉得我们这次的第十二页 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我们几乎全场演出大概是130分钟 我们大概唱了110分钟 就是几乎我们让歌曲 让音乐整个贯穿整个戏 所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角色 他可以唱的地方 或他可以表达他内心的渴望 然后几乎都用歌曲来呈现 演出将于22、23号 在台中国家歌剧院中剧场登场 而因应肺炎疫情 演出场地也做好万全的准备与消毒 希望让大家都能够安心的享受演出 这样中环台中常报导